近期重量级的央媒拜月坛发文称 未来十年期间 我国将迎来历史上最大的退休潮 60后群体将持续进入退休生活 以每年平均2000万人的速度快速增加 从全国范围来看 很多省份的退休人数已经高达百万级 北京、江西、内蒙古等地都在300万人以上 广东超过700万人 浙江更是高达915万人 老龄化的加速到来 会给社会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和挑战呢 点点关注 我们继续深入分析 第一 养老产业发展空间巨大 在老龄化的趋势下 养老行业绝对是一个大规模的产业 很简单的道理 老人多了 养老院、机构、老年医疗等需求 必定是大幅增加 2019年我国养老市场规模就已经接近7万亿元 今年的规模更是有望超过10万亿 已经有很多人意识到了这个巨大的商机 仅仅2016年至2020年的四年间 我国就新增大约1万个养老机构 第二 老龄化社会养老压力加大 数据统计有近2亿独生子女面临养老难题 独生子女要同时负担4个老人的养老 还有自己的衣食住行花销 以及孩子的教育支出等问题 工作不敢停 不敢旅游 不敢穷 甚至不敢生病 真是压力山大 第三 个人养老金制度改革为养老难题带来新希望 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增多将加大养老金支付的压力 因此高层今年推出了个人养老金政策 鼓励符合条件的人员参加个人养老金的制度 个人养老金是由个人缴费实行完全积累 缴纳到个人账户的资金 可以当作一笔存款 赚取利息收益 有了资本市场的红利 不仅可以缓解养老压力 还可以反过来助推资本市场迎来大牛市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 养老金大量资金的流入 确实能够助推牛市 美国1978年推出的401K养老金计划 推动了美国股市在1978年到2000年出现了长达22年的大牛市 总结一下 史上最大的退休潮来袭 既给社会带来挑战 但更多的是机遇 养老问题涉及每一个人希望借助资本市场大发展的时代红利 养老问题能够得到有效解决 每个人都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大家认为该怎么解决养老金问题比较好呢 欢迎在留言区讨论 关注老玉 带你读懂股市头条